新北市道教会成立至今已经要迈入第十二年 过去道教会不只在各宗教活动上 或是庆典当中给予协助更关心地方弱势 上星期六在淡水区的道教会场 就举办了新北市道教会第十二届理事长的就职典礼 由上一届的谢荣秀理事长接续连任 活动当天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送上祝福 由新北市各道教公庙所组成的新北市道教会成立至今 已经要迈入第十二年 过去道教会不只是在各宗教活动上 或者是庆典当中给予协助 更对新北市地方辅助落实不遗余力 而上星期六在淡水区的道教会场 举办了新北市道教会第十二届理事长就职典礼 由上一任的谢荣秀理事长接续连任 新北道教会在我们宗教界 事实上人数非常多 但是我们宗教事实上目前为止 有比较道教比较弱 但是我们会加强来辅导 加强来沟通 但是我们像我们演道观点面 也有兼那个富康马属 也有兼洛宿团体 像最近也是兼助我们那个政工手 兼洛宿团体赞助 李市长表示过去道教会在新北市各宫庙宇当中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不只是能够协调庙宇的事务 还可以帮助落实 而在活动当天 新北市长会有以耿道场送上祝福 我能够跟市民一起合作 让我们的宗教信仰意义 升级原新 尤其这几年 我也看到谢理事长 包括我们的景村理事长 两个建议平均 他这个中国是道教准备的中国 但事实也是你的中国 两个合作在做公益 对我们的弱势团体的关心 谢谢我们新北市高教会 谢理事长 新北市社会局说 过去道教协会 协同许多的新北市公庙 常常帮助落实居民 更送上许多的物资 还有举办关怀落实活动 因此更颁发了感谢状给理事长 希望接下来继续连任道教会 能够把宗教扇心助人的爱心 发扬光大 记者许多的新北市公庙 记者许多应该是采访报道